中国广播公司 我是来自复兴区的征券员 然后这次参与第七届的那个青龙重龙的那个辅导课程 参加青龙辅导课程其实可以让我发现 其实我们在重农的时候其实不孤单 因为其实还有很多像我们这一样年纪的人 到在外面工作一段时间回到家里协助从事农业 那我在今年回到我们家部落的时候发现到 其实我们部落其实是很有潜力的 比如说农业上有农业可以做观光 可以做推广 也可以再种植一些蔬菜类蔬果类 然后再进而升级我们的农特产品 那我回到部落的时候去发现到 其实我们部落每个老人家都很会种东西 可是就是行销这部分有问题 那参与这个课程可以让我知道 其实有很多资讯我们可以去参与 像青龙的联谊会 然后再来就是市府这边的很多管道可以做行销 跟贩售我们的农特产品 那我回到部落的时候去发现到 其实我们回到部落其实我们有很多自然资源 不是只有农作 那如何让农作跟我们自然资源做结合 变成一个观光 那我相信以后我们复兴区的观光产业跟农业 是一个非常有亮点的东西 你好我是大溪区青农南明园 我本身之前是原本是职业军人 他退役之后我从事了六年水电 但是后来看父亲及大哥雇农 然后觉得自己应该对农业有所贡献 一然决然放弃水电这份职业 然后回家对自己完全不同的青农 投入了自己的后半人生 然后后来在得知陶青农举办 然后参加了这陶青农 希望可以学习到更多的农业经验 然后借此可以回乡 对家里的农业进更大的收益 那在这段期间感谢市政府这边 给我们很多的协助 然后我学到很多相关的农业经验 然后包含说果树的成长 运用农料的使用 然后肥料等等的 然后难仁可贵的是 我认识了更多的青农在地的伙伴 然后大家互相的讨论 彼此互相交流 然后得到更多的一些经验 然后得到而后 在农业这一块 我相信借着他们的经验 至于我学习到的知识 我可以让我的发展 更多的方向及前程 你好 我是那个第七届的桃园青农 我叫王翔广 非常的想广大了 我本来是从事高科技公司上班 然后心中一直向我往着农业 然后所以就是我参加了第七届的桃园青农 然后它里面有青年从农创业辅导计划 那我很荣幸我在一个很有名的石器农场 石器 那他们是专门针对蚯蚓 来制作蚯蚓生菜箱 那蚯蚓生菜箱它首生产的蚯蚓土 那它的好处最主要就是说它是优质的高效有机肥 那它也有保水保肥的效果 那而且它对于那个植物的病存害更有结抗的效果 那所以我觉得 因为我参加那个草原青农辅导 然后认识到这么棒的蚯蚓春菜箱 然后我觉得对我未来从农的很有很大的帮助 尤其是它里面的秋荫土 还有生产的秋荫水 然后对我们的土壤 然后对作物都有很大的改善 我是今年六月与美术产业学系毕业的就是毕业生 然后会来参与本次的青农培训计划 就是和我的毕业制作有不小的关联 然后我的毕业制作是绘本创作 放置的主题是绘制有机农场 然后在筹备及创作毕业的制作时 搜集了许多关于农业及蔬菜的知识 然后开始产生了兴趣 然后在开始之前 对于农业的相关知识相当的有限 然后在技术方面也可以说是相当的生疏 在实习的过程中 除了理念和自家所经营的农场很相近 生产的作物及经营的模式也很相似 然后实习的过程中领悟到 现今的时代有许多的行业 都是需要注入相当多的心血来完成 农业也是需要注入许多的心血的行业之一 我认为投入多少用心 就会有获得多少的成果能够采收 然后和农场主学习到 许多农业方面的知识及技巧 然后在农场主的身上还体会到 农村农业是很迷人很扑实的 然后在种植培育的过程中 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奥妙 也可以感受到一副一脚印的踏实感 将来比如说像我们监狱之后 土地的一个使用上的需求还是需要协助 还是你本身自己家就有土地了 其实我是希望有一笔土地 那是自己家有的那个土地太小了 就一根地 想要自己做的话有点 还是需要扩大跟种的面积才有经济的规模 对对对对 那家里现在目前是在哪里 我家是住平镇那边 那一小块的地的话是不够 没关系那我们这边有农地银行 就是农会这边他会可以 尤其平镇农会这边来做一些协助 或者说我们可以在那个 清隆的一个平台方面来做美股 有意思要释出土地的来可以跟你做协助 很重要我想等你毕业之后 将来比如说创业创业的一些 那个基金方面这边可以补行 地利贷款 这部分可以来做一些协助 太好了太好了 尤其你这个已经有这个 师傅级的这样的功利 你自己回去还是在老板那边摩 自己回家做的 哇那工具不是你自己都自备了 要备一点 有信气我看你对于这样报告 你对于从农非常有信心 对 专心非常有信心 是啊 我想我们这边是 市政府农业集这边 会做你最大的过渡 包括你如果需要一些资金的部分 或是农金集要贷款的部分 我们刚刚有跟你讲到 科长这边或是我这边都可以 来全力来跟你做一些协助 太好了 谢谢 谢谢理长 非常欢迎我们青农好朋友们 能够继续来加入我们这个 青农从农计划 能够让我们整个产业上面 能够世代交替 能够让我们的一个桃园的一个农业 能够花光花热 为什么尽管你 继续回来 为什么尽管 Institute aison 桃园的相产 能够把握ойти